随着暑假期的到来 有不少新的电视剧都在陆续上映着 特别是像古装剧 毕竟这几年的古装剧可是一直都很火爆 而作为古装剧的新一姐 杨子在这几年来的资源可谓是街道手软 毕竟人家现在可是顶流巨星 而作为当今娱乐圈的一姐 有不少年轻的男演员都跟杨子一起合作拍戏过 而且这些刚出道的小年轻 只要跟杨子合作后转身却都大火了起来 就像最近杨子跟诚意的新剧陈湘如谢播出后 两人在剧中的CP感十足 两人在剧中穿着粉清超相配的衣服 以及甜蜜的吻戏 只要他俩在一起 周边的整个氛围感都变得十分有爱很为美 尽管周边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观看 但两人仍旧不受周围人干扰 可见都是非常敬业了 不过据说在拍摄期间 两人在现场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 好比一次杨子在跟诚意拍吻戏的镜头时 杨子凶器诚意 拍吻戏能不能轻点 差点把嘴唇咬破了 随后诚意回对还不是对方是你 这话音刚落 可谓是让杨子都害羞到结巴了 也许对比起杨子来说 诚意的知名度远不及杨子 而且之前跟杨子合作的男明星基本上都属于是圈内一二线的明星人物 所以对于诚意来说 这次能够与杨子搭档还真的是有些小窃喜 但其实这俩人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是好朋友的关系了 记得两人之前就已经和拍过古装剧《青云志》了 也正是从那会开始 两人就已经有过对手戏了 虽然那时的戏份不是特别多 可当现在大伙们将他俩之前的剧照和现在的剧照做对比时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一样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花絮 但每一帧却都是精彩看点 就算循环播放个十几遍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大多数网友才认为 如果诚意和杨子之间关系不好的话 那他俩肯定除了拍戏之外也不会有其他互动才对 但似乎从一些路透视频里 两人只要在片场休息时似乎都很要好 记得有一次诚意在拍某个片段的打戏时不小心伤到脚了 但最后也还是坚持继续拍摄着 而杨子只要一看到对方要走动时 都会主动伸出手去搀扶对方 可见杨子真的是太暖心了 同时也能够看出他们俩私下应该关系处得很好 也才没在意网上对他俩的各种舆论 我们下完课了